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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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裡 到底要走到一步 我們就親情崇拜 現在走這邊 現在又走這邊 又走這邊 又走這邊 一四人就是在換來換去 結果他都無法在復活的受傷裡面 蓋上一種成就 那麼他做成這個問題 就是很簡單 叫做矛盾 那麼在復教裡面有一個故事 叫做立即長大 當初佛道的時代 他就有說到 有一個國王 他有一天生一個女孩 就是我們所說的公主 國王生到那個女孩 看到女孩這麼可愛 好他很高興 在這個時候 國王生起了一個簾頭 就是說 我這個女孩 可以馬上大了 這樣我會感覺說好 這樣越好 所以在這個時刻 國王他就去找到 他的王宮大神 把他接起來 他說 這個眾愛兄 今天公主已經出事 我一直想說 有一個什麼方法 可以讓他馬上大了 那麼在這裡 你們大家替我想一個辦法看看 我當國王跟這個大神 跟他說到 他希望 我們來出一個意見 可以讓這個女孩 馬上大了 這個時刻 整個王宮大神 你看我 我看你 沒有一個人 有法度說 國王我有方法 沒有一個家說 其實這個國王也是不錯 一般 他就是一個 如果他勃勃的時候說 你如果沒有方法 我就幫你出戰 還是幫你冷靜 但是這個國王他賣 其實這個國王他心來也很清楚 世間沒有馬上大喊的孩子 但是雖然他心來這樣想 但是他還有另外一個念頭 也是有一個驕傲 所以在這個時刻 國王就跟這個王宮大神說 其實你們無法度 提出一個最好的方法 來讓我可以讓這個公主 馬上大喊的 我是並不怪你 哇 國王說到這裡的時候 這全部王宮大神的 大家心裡都安心安心 這個時刻有一個大神說 說國王 非常感謝你的人主 那麼克思願 我們的靈力就是處理事情而已 如果要馬上給一個公主 馬上大喊的 我克思是無法度 但是還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試試看 這個時刻國王說 你看看 你看看 我有幸福要聽 這個時刻 這個大神說 你可以去找醫生 醫生專門在開油 我相信醫生絕對有一個貼油 可以讓我們的公主 馬上大喊 哇 在這個時刻 國王聽聽的有力 我們要叫這文武百官 來為公主 馬上大喊 想方法 我希望他可以馬上大喊 在這個時刻 醫生 應該是他有 他有祕訪 所以在這個時刻 國王馬上去找 我們這個國家裡面 最有名的醫生 跟他 請他進來的王宮裡面 國王就是跟他說 他說 醫生 來 我有一個願望 我們的公主現在 出事很可愛 我希望他可以馬上大喊 在這個時刻 醫生聽了時刻 他說 心來在想 有可能 那個小孩 他要生長也要有時間 慢慢讓他大喊 但是對方是國王 我是全國最有名的醫生 我不能第一句開嘴 就說我沒辦法 這樣中處以後 他的信用跟他的威眠 一定會去我們打折 這個時刻 這個醫生他很厲害 他說 國王 我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公主馬上大喊 國王聽了時說 真的嗎 真的嗎 他說 確實是真的 你趕緊去把那個 藥拿來給公主吃 他說 醫生說 國王 不過很抱歉 這個藥不是在我們國家裡面 它是很風很風的地方 如果要拿到這匙藥 前後來回要12年 哇 在這個時刻還有說 沒關係 只要可以讓公主馬上大喊 12年不是問題 這個時刻 這個醫生說 這個醫生說 在這張藥 他還要附帶一個條件 國王說 什麼條件 他說 我要帶公主 離開王宮 對我去拆藥 藥 藥 藥拆到後 這個孩子就大喊 國王聽聽說 好 沒關係 如果是可以讓孩子大喊 這樣公主你把他帶去 沒關係 好 煩惹噹噹噹 國王就把這個公主 這樣請這個醫生就把他帶出去 這個醫生就把他帶出去 他還要拆藥 那麼到底這個規定是怎樣 我相信我們在座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 你們已經知道答案了 當12年後 這位醫生 把這個公主帶回來 是一個已經是小妹妹了 他真的是馬上大喊 帶回來到王宮裡面的時候 醫生說 賓國國王 今天我們公主已經帶回來 你看看是不是馬上大喊 哇 在這個時候 國王發育到 他有夠發育 有夠發育 發育什麼東西 發育說這個醫生真厲害 他真的有方法 可以讓公主馬上大喊 這個時候就叫人去 把國口打開 拿一些金子啦 黃金啦 把這個報物送給這個醫生 這個醫生也很開心 拿到這個報物 就來離開王宮 各位觀眾朋友 佛祖說這個故事 它到底是跟我們說什麼道理呢 它就是在說 我們都知道 如果要學佛 生佛 他第一條件就是要整個三步 他就是要整個三步 三步整個之後 開始進入 學習復活 修期 一步一步來進展 但是有一種學佛的人 他當他整個三步之後 他就馬上想到我要來整個 那麼呢 當要整個的時候呢 還想到說要整個 五步 還整個二步 還整個三步 這個時候想想的說 喔 這樣困難了 我看我不肯 不肯又收下去 這個時候 大善地石已經來 就是我們的法師 我們的師父 他就去把這個信徒 他就開始 他說 我說 我跟你說 你不用怕 有一種方法 都不用整到 粗教 禮教 三教的 這個修期的過程 哇 信徒聽一個很開心 世間有這麼好學佛的 這個修期法 就可以馬上整個 他說 當然 信徒就問師父說 這樣有什麼方法 師父就跟他說 我跟你們說 你只要可以 這樣每天下去 想收拖著 你去跟師父 十二種姻緣 他的生命的過程 當有一天 你如果是去 五到十二姻緣 的這個倒立後的時候 你就是馬上可以整個 哇 這麼多信徒 他就很開心 他就很開心 就叫師父說的方法 下去修 他沒有去想到 靠近賣得的修生體 他前面去想到 十二姻緣 這個過程 他有一天這樣 十二姻緣 每天三姻緣 搭著 這樣十二姻緣 之後的時候 有一天開瘋了 他也是一樣開瘋 但是他爭到什麼 爭到屁一佛 爭到屁一佛 也是一樣爭到 當時也能改發生死 所以在佛道說這個故事 馬上大閒的國王的故事 讓我們去想到 爛也是一樣 付法八萬四千 不是只有一條路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說 付法這麼好的道理裡面 我們一定要困定 困定他修持 不理姻緣法 姻緣法一定要生息 姻緣成熟 交付法度 讓我們有成就 那麼在這裏 我們台灣以前有一句話 這句話是什麼 什麼話呢 他說 欠清紙攏大袍 這個欠清紙攏大袍 還有什麼道理呢 就是說 洗條的不開 你開大條 哦 這個欠清紙攏大袍 這就像在共難就對了 明明一件事 這樣可以 生本道理的 你不去做 你就要這樣 耗費這麼大的精神 和這個財力 還要做一筆的東西 那麼在這個時候 在白玉珍裡面 還有一個故事 也是我們佛道說 這個故事 也是很好聽 我們再來聽看看 佛道呢 曾經他說 有一個調協家 這個調協家是全國出名的 技術真的實在有夠好 這個調協家 他調協出來的作品 實在是說真的 沒有人沒有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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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有一天 這個調協家 他還把全天下都選擇 我現在要有一個新的作品 現在開始要來 開始重工 要來進行 哇 全國老百姓 都在吉台 吉台就是這個調協家 他可以把這個好的作品 也是有法度來完成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每個人都在看 看這個調協家 他到底是怎麼來 調協一個新的作品 這個調協家 有一天 他去找一顆酒頭 那顆酒頭 非常非常的大 我大比一間 處境更大 好 真的非沈心思 把那顆酒頭 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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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 才有處 為了這顆酒頭 還帶一間 很大間很大間的工廠 還要來調協 那麼在這個時候 這個調協家 從幾天開始 就看到他去去 開始在那裡打酒頭 全國老百姓 好很吉台 這顆酒頭 這大顆的酒頭 相信在這個調協家 他來用心 這樣來幫他搭 來調協 相信沒多久 就能看到一個 很大很大的作品 那麼時間一天一天過 調協家 每天都很勤勞 勤奮 就在那裡 去去 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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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在那裡打幾天 打三天 哦 三天這個作品 一定是很不得了 到三天後 他真的把他的作品 撈出來 撈什麼火 他撈一隻牛 多大隻 這麼小隻 一顆這麼大顆的酒頭 打三天 結果撈一隻牛 這麼小隻 那麼在這個時候 哇 這家族鑑標 這麼大顆的 大家來關心 人家說 哎唷 要丟靠這裡 你如果要撈這麼小隻的 一隻牛 雖然很漂亮 你也不用買那顆酒頭 買到這麼大顆 他說 你不買了 你不知道啊 那慢慢撈起來 會鑲腳油 說對啦 鑲腳油 但是你可以去 撈一個酒頭 這麼大顆的就好 你無態無態 撈一個酒頭 整處境這麼大顆的酒頭 還要撈一隻牛 這麼小隻 這個時候 就撈到 他都沒有去思維 思維說 哎 我這個方法 還是到底是對 還是不對 但是他堅持 他的想法是對 他說 我跟你說 足夠一來 威大的作品 都是慢慢撈 慢慢撈 今天你不好笑 看這隻牛這麼大隻 它是我撈三重 我撈出來 啊 這個時候說不翻車 只有順利 它開始為了 撈到一隻 這樣真正重點 這麼大隻的牛 怎麼不佛道說這個故事 他是在說什麼意思呢 他說 有一種人 他這樣花很多的時間 創那麽火呢 苦渡 要求學 要來求學問 結果這樣用幾十年的時間 來研究 有道理 當這些道理都 蓋在他的心肝 裡面的時尺 好 有一天 要讓他去發肥了 結果 他這個發肥是發肥做什麼 發肥去跟聖名 一人 一人 你如果要生命 就不用 撈到這麼大 去跟受害 受害 受害 也不用用那麼多精神來學 這個道理就是 你說 今天 我們要研究 經濟研究那麼多人 我們要很清楚 我們的目標是發肥體心 我們的目標是要來生佛 不是說 我用很多時間 很多精神來修持 結果 我們所作所為 結果是 要發肥的功能 發肥一段 就像 這個調卻一樣 你如果要撈一隻牛這麼大隻 你就不要去買一隻 一粒酒頭 整廚竿大 還要撈一隻這麼大隻 誒 佛道 他這個白玉琳裡面 說這個故事 讓我心中 也生氣吃 好 這種道理是怎麼這麼讚 在這裡說到矛盾 這個東西 比較新的 不是跟那個人有的 是 我也有 你也有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佛道所說的故事 就是在說你 也在說我 所以我們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從這個時候開始 我們要很清澈 很清澈 學佛修行的過程中 最患到很多特殊因緣 其中一個特殊因緣 可以中外到達到的成長 這個東西就是什麼呢 就是矛盾 那麼在這個學佛 要來生土 學佛要來生酒 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時候我們為了 努力 不要矛盾 這個時候呢 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各位佛山 有這個方法 參考看看 這個方法叫做 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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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要這麼厲害 我們不要說自己 心得得得得 我們要遺跡 在聖地式 遺跡到我們的師父 遺跡來奉行 那麼在這個時候 可以努力 過去 我們很多心頭不聽 這種過程裡面 讓我們造成到 我們受刑的過程 學佛的過程 時間浪費 同時呢 一切都還沒得到 所以 今天去照顧兩個故事 跟各位觀眾朋友 來分享 這個矛盾 其實是我們 眾多的因緣 在此呢 最好 也是要感謝 我們各位觀眾朋友 還可以 結束後 帶到我們的親戚朋友 帶到我們的師團 來觀賞到阿成哥講過 感謝阿彌陀佛 基於眾生平等 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業於2007年成立台灣救狗協會 原本是以收容棄養之流浪狗為救護對象 十七年避遭撲撲 後因收養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進而成立專門照顧流浪狗的養護園區 然而 園區的擴建速度仍舊趕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於是 令安置近三百隻狗孩 遷移到中華護生協會的兩所園區 令其獲得安養 于2014年7月份統計 救狗協會至少救護了超過八千隻流浪狗 目前與護生協會共同獲養近千隻的狗孩 于養護園區 除了救護流浪狗之外 救狗協會並長期提供素食狗資料 給其他照顧流浪狗的愛心人士 以經常與護生協會合作 透過各類相關活動 呼籲大眾重視生命 愛惜生命 使人與萬物之間 皆能互愛共存 消滅暴力之氣 促進社會祥和 佛教慈悲至夜雲林觀音講堂舉辦公宋孔雀明王經 恭請慧宣法師主法 日期6月23日星期日時間上午9點開始 地點雲林觀音講堂 雲林縣胡偉鎮新南里 足為60-3號 里斯特加油站後面 洽訊電話 05-633-1565 05-633-1565 發會當日上午8點半 斗南火車站備有接駁車 盡情與慧菩薩做好防護措施 並保持社交距離 佛教慈悲至夜高雄分會 禮拜八十八佛鴻明寶燦 護生祭蒙山詩石 恭請湛山法師主法 日期6月29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點開始 地點高雄分會中山書坊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472號7樓 恰詢電話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薩參與訓習 同瞻法意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參加共修敬請佩戴口罩 上師如此教導 為立以上中下根者 而在龍年秋季的 第二個月第八日 在紅顏谷 傳授此禪修教研之 殊聖經慢 升起與圓滿合一 有圓念與無圓念的修持指導 拉謝國王向蓮花生大事問道 大師 祈求您 賜予我們結合有圓念與無圓念 修持的指指教研 如此說完 國王向蓮詩獻上黃金曼達 並隨著秦法而進行一座会共 蓮詩隨後便給予以下教研 Ong Aung 這是認清三種子字 深與義大印的教研 不論你留住在什麼地方 你所在地方就是閉關處 你的深之山月 此處住著隱居的修行者 你的心 首先 觀想自己為本尊 在一刹那間意念起完整的本尊身形 認清此身形 連同其色彩 髮器 顏式 衣著在內 其栩栩如生的顯現 極為爆身 認清此本尊身形 極為化身 雖然能看見 卻不具實質 不是由任何物質所組成 當你如此觀想時 認清你的心 不是千變萬化的念頭 而是法身 並且它保持明徹與無念 猶如不為風動的蘇油燈焰 認清所觀想的本尊 除了可在你 視其為本尊體性的心中 找到之外 無法在他處尋惑 接著 以身 與意 加持此本尊 觀想在你的頭頂上 有個四幅的法輪 其上有白色的翁字 認清其為一切善事身的體性 觀想在你的喉間 有四半的蓮花 其上有紅色的阿字 認清其為一切善事欲的體性 觀想在你的心中央 有個十字的金剛杵 杵的中心有藍色的紅字 認清其為一切善事欲的體性 形成為一切善事在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